老师,各位参赛的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编号第四号,现在我所要拉行的篇目是《乐想自然》,徐亦兰。 城市人饱受拥挤、噪音、空气污染的威胁,需要找出新天地,暂时松弛身心,消息也承销的执行抉择,便是走向大自然,去青山秦水。 台湾多山,到处都是山峰起湖,西部流泉,来到绿蔽昂然的山林中,踏青渐行,呼吸清新空气,身上美笔花树,在优雅的景象中,漫步沉思, 与大自然心灵的对话,内心顿时轻松愉悦,启发了生命的新活力。 有一位喜欢爬山的朋友,常对人说,山改变了他的体身。 三十五多岁时,他容易感冒,浑身病痛,是医院常客。 常以为自己,红到半白。而如今,他已冠进六十岁大关,身体强健,活力充沛,不见老派,都只因为经常走向山林。 十多年前,他结束了一位山友,下去便随着一群人到城市边缘去爬山。 起初,他跟着喘动起来,在山友们的股底下断断练。 见,股子夹开了,起传即日少了。 但身体越来越健老,星星也改变了许多,变得极其乐观。 对世事能看得开,与人相处也比较欢呼一合。 他想说,汉山结束多了,感染了山的滚重,泪斂,整个人。 我的蜡足道先结束,谢谢大家。